变形金刚中 作为霸天虎的领袖 威震天的领导能力无庸置疑 就算每次都以失败沟通 但依然可以带着手下卷怒重来 为了对付其他人 他再次重组霸天虎小分队 这次的阵容堪称豪华 分别是莫霍克 骇克 淡气宙斯 突袭 还有打架永远在路上的路障 莫霍克是除了声波 威震天最信任的手下 载机缘型是一辆G2P51摩托车 骇克虽然长得很像翘棍 但却比翘棍更加残暴 载机缘型是一辆大众提挽面包车 相比于他 淡气宙斯可得妥妥的友好派 和人类关系十分融洽 他的身体是健能老大的 脑袋是震荡波的 作为威震天的小跟班 他的战斗力无用之一 载机缘型是一辆G1S-39英式战斗机 呼吸 作为8.5宗的魔类家 擅长指挥作战 载机缘型是西部辞星4900SF 陆帐就不用过多介绍了 打架你先上 我永远在路上 从组小队后 温任天自信满满 但很快就被啪啪打脸 在变形金刚舞中 既然追击技特人来到无人小镇 刚落地 就中了男主的埋伏 一番狂轰乱炸后 霸天舞小分队还没反应过来 口龙老大哥钢索霸气撒出 陆帐被声声扫飞 骇克紧跟着轮为口粮 战场指挥的突袭像个大傻子 被飘移十字线先砍腿再斩首 而打爬迷路的莫霍克 被大黄蜂一炮轰成了废铁 眼界要被团灭 温任天只能带着弹极豆丝开撩 直到后来 弹极豆丝跟随温任天抢夺权杖 并参加了最后的大决战 结果嘛 霸天舞步出意外的再次以失败沟通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 并未见到弹极豆丝陨落 那么你觉得他还活着吗 好了 这期的人物介绍到这就咋了 我是宅家剧